在娱乐圈里面有很多明星夫妇,刘涛王柯就是其中的一对,在大家面前他们一直都是恩爱夫妻 遇到杨硕之后,刘涛本性暴露,当着王柯的面就敢搂搂抱抱,王柯终于忍不住自己说出其中的原因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呢?那一起来看看吧 刘涛本来在娱乐圈混得顺风顺水,当时出演的角色之中,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当属白蛇了 电视里面每年都会重播一遍,就在大家以为刘涛的事业就要突飞猛进的时候 刘涛在事业鼎盛时期,选择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有名的金城四少之一王柯,王柯曾经时常身边美女不断,因为一次巧合遇到了刘涛 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就私定终身,很快就结婚了 王柯遇到刘涛之后就改变了,再也不出去鬼混了 本以为刘涛这次嫁对人了,选择了个豪能大户 婚后的两个人很幸福,很快就生下来了一双儿女 儿女双全之后,大家都以为这俩人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是没有想到,刘涛在做了一段时间家庭主妇之后 王柯的事业受到了挫折,坚持了一段时间 结果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快公司就被宣告破产了 这时候的刘涛并没有对王柯说一句埋怨的话,而是选择重出江湖 重新回到舞台给丈夫赚取资金 后来王柯在节目中还谈到过这件事情 表示那时候让刘涛走,不用管自己 结果刘涛说夫妻要一起承担,自己不做那种缩头乌龟 当时很多人,因为刘涛的做法,而对他产生了好印象 王柯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其实并不是所有夫妻 都会大难临头各自飞 刘涛复出之后,接下的第一部剧就是贤妻 这部剧很符合刘涛 刘涛也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贫富 陆陆续续又接下了狼牙榜米月传,几个大制作的作品,收视率都很高 知名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接下来的几年里,只要是打开电视机 基本上都会看到刘涛,名气和努力制成正比的 可能是为了钱,又可能是因为喜欢 刘涛和王柯一起接下了综艺《亲爱的客栈》的拍摄 在这个节目中,刘涛王柯因为秀恩爱,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王柯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姐夫 由于刘涛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付出后的第五年里 帮助丈夫王柯还玩了价值四亿的账单 本来故事发展到这里 大家还都觉得刘涛对王柯是真爱 但是就在拍戏还钱的时候,刘涛认识了杨硕 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是在《欢乐送中》 霸道总裁小包总和安迪的故事 在追剧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一对 后来陆陆续续两个人还一起合作了很多次 合作了很多次之后 两个人就仿佛是擦出了爱的火花 有很多人都觉得男女之间是有蠢友谊的 说不定杨硕和刘涛就是我们想多了 两个人出席发布会,现场有个活动 是要让杨硕从背后把刘涛抱起来 两个人都没有推脱 在亿万观众面前,就上演了一段浪漫的桥段 杨硕觉得抱起来还不够过瘾 还抱起来的之后左右要晃了几下子 观众们看见,都忍不住想要提醒一下杨硕 你是个有父之父的人 杨硕的老婆是王李文 在杨硕还没有成名之前,就已经登记领证 后来还鼓办了一场婚礼 这个女生就是之前扮演过快乐星球 里面的欧阳老师的人 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部生死情 后来还有一部蚂蚁族的奋斗 这两部剧拍完,想必依系生情都难 所以拍摄完毕,两个人就坠入了爱河 婚后的王李文就渐渐的吸引了 安心在家做起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杨硕火了之后,也很少在公众场合秀恩爱 甚至也很少提到对方 就是不知道如果王李文看到,网上都是自己丈夫和别的女人的新闻之后 会有何感想了 由于王柯之前,金城四少的身份深入人心 所以要靠妻子挣钱扬家还债的消息 被大家知道之后,王柯的身上就被贴上了软饭男的标签 不过王柯从来也不会在乎这些和刘涛一起上节目 大概就是为了不想被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用 果不其然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成功让他们吸粉无数 不过前几天,刘涛和杨硕气密举动的消息满天飞 也没有看见王柯出面回应这件事情 仿佛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一般 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娱乐圈会有大瓜重现江湖 南方出轨带娃 这消息一出,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就莫名的是王柯 因为刘涛和王柯已经将近半年没有在公众场合互动了 刘涛上次和王柯的同框照片 还是刘涛在一年前发布的动态 并且刘涛还把自己的社交平台设置上了半年前不可见 刚好就把王柯拒之门外了 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了 两个人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要是父母之间真的有点什么矛盾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还是希望两个人好好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对夫妻呢 高兴 我们下期ủ